街灯开始亮起的傍晚 街上已经挤满了许多人 大家一身红通通 穿着圣诞帽和红衣 一同来庆祝圣诞节 这是新山陈旭年文化节所举办的 老街庆冬至舞动圣诞活动 让大家可以同时感受 庆祝冬至和圣诞节的热闹气氛 最重要是传承 传承这个汤盐 因为其实有很多小孩子 已经对汤盐很陌生 我们也鼓励了 所以我们老人家 现在是老人家 全部老人家全部出来 年轻的也慢慢出来 现场还有各籍罐的汤盐 让大家品尝 一些大姐还用了蔬菜 制成的天然色素 让大家吃汤盐也可以吃得健康 有金瓜 有紫色的番薯 然后一个甜菜 那个椰板蓝叶 比较健康 不要用它色素比较不好 除了Uncle Andy之外 也有汤盐吃得津津有味的 小朋友们前来捧场 吃碗鸟啊 好吃吗 到了夜晚 圣诞老人带领大家一起放起来 无论是老是瘦还是小女孩 大家穿着圣诞装 一同以简单的舞步舞动圣诞 虽然只是简单的搓汤圆和跳跳舞 然而民众们都感受到了 佳节的热闹气氛 这或许也不是为重视文化老街生机的努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